Colach 那位 有人 太快了 不見 雌一 好 本來 前面 聲音 聲音 OK 這是一場 rig 的超級戰 紅方選手來自 白仨格鬥 碎魂者劉雷 蓝方选手是来自长沙哥瑞伯记的战争之锤徐六 柳雷是WIF7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得主 那么接下来他也要接受这个罗超向他发起的挑战 他要未免这条金腰带了 我觉得柳雷也是一个这个状态让人琢磨不定的选手 他自从拿到这个金腰带之后 他的比赛真的是只赢了屈豪我记得 剩下的碰谁都输了 碰谁输给谁 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也说 运动员的状态一个是一个时期 可能有一个时期的不确定因素 他总会存在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可能是他最近的情绪 可能是最近的这个节气 都有关系吗 比如说你看张拉贝 因为春节 吃的比较好 当然也有可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 都可能会对英雅人造成状态 造成状态的影响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呢 他呢 还有可能会存在一个什么像 柳雷 属于咱们说他赢比赛输比赛特是时候 对吧 特是时候 赢的那个比赛都是关键的比赛 对对对你说你说你说这个人家就拿这个 投下几个几个几腰带了 金腰带拿到之后呢 你说咱说输机场吧 这个胜败 对对对对对对呀 这个金腰带还在我这胯着来了 胜败兵家尝试来输机场 有时候看比赛 一方面的乐趣是本来的比赛场面 一方面可能还有玫瑰运动员 身前身后赛场内外的故事也很有意思 先出 你先出 别被他带走了 主动出啊 主动一点 十六一分钟 翻 转机 压压压 别退 再来 再等了啊 你先出 你先出 徐灵欧这个运动员也还是 大家也非常熟悉 也很喜欢的一位运动员 在常常整个的打法呢 还是非常受大家的分离 你先出了 别等他 央住 央住 再来 央央央央 别等 别等 别等他先出 别等他先出 太好了 你先出啊 不管 飞身的动作 10秒 还有10秒 换一个转身的动作 两个人这个比赛打的还是很具观赏性 是 就像那个腾小老师讲的 第一回合就极具观赏性 是 两个人状态都比较 我觉得都比较轻松 对 其实这样的状态呢 反而容易 在比赛当中出很多呀 可能意料之外的一些动作 尤其是像刚刚临近结束的时候 两个人们 转身的动作 还有舍身的动作 在整个这个交互的这个过程当中 还是拖去观赏性 好 假的 好 进入到了第二回合的比赛了 红方选手柳雷 蓝方选手是徐六 来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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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左腿 左手 对 打拳的鸡腿啊 不急 不急 押住 押住 反击 别等了啊 还有 反应 反应 是不是听着咱俩刚才说的了 说 我就打一样的给你们看看 我觉得从目前来看 柳雷在场上打的这个统统之力还是很强的 先打拳再踢 底细 走 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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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 走 押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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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跳不稳啊 不给他距离 押 往你啊 押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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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六 漂亮 一个转身的动作 连住 连住 把全的鸡腿 腿 柳雷这会儿整个场上的节奏 把握的还是很好的 把全鸡腿走 先走 其实还是压制这个徐六的 你先走 你先走 走 哎呀 这是他自己 带倒了 正好他往那边那个重心 往那边走 他这边踢他另外一腿 两个力合一块 那不是纯是力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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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腿 押住 徐六 啊 想要用这个打斧上钩拳 把对手的防守打开 但是呢 柳雷的防守报价非常的稳 反击 踢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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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连续刺拳 踢腿 徐六 先出啊 对 徐六踢腿还是有效果的 我觉得今天徐六的拳啊 打空的比较多 对 因为柳雷的防守还比较稳 再来再来 压 别吹 压住 压住了 对了 再来再来 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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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拿好 手拿好 但是柳雷其实一直到没有给太多的 徐六腿发挥的空间 他其实压的也挺紧的 他没有把这个距离留得太远 再来距离 别吹 别吹 来 压压压 把拳踢腿 手踢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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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住啊 徐琉 翻 走走走 再先打拳踢 再来 走 但是柳雷的整个状态确实还是很稳 徐琉有多次的这个中击 柳雷还是扛住了 漂亮 连续上钩 十秒 十秒 挺我 柳雷执行战术非常地清晰 这一点非常好 我觉得今天柳雷的这个状态啊 不是特别好 他打个徐琉都这么费劲 怎么给我打未免战 干脆就直接把肌腰带浪出来算了 没事 没事 不行的 他这个状态不行的 凝土 扎鸡腿你不给他的杰奏 对 他就是 你别给他抵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第三回合的比赛 柳雷这是什么套路一上来 一上来先玩 先玩一个幽默的 给对方说 哎 我可来了 心态不错 对 这打比赛需要这样的一个心态 对 也需要给对方一个心理暗示 你看 你打不动我吧 你废了半天间没打动我 你说你气了气 也算是一种心理战 好调皮 这个也是根据有着运动员场上的这个风格 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风格 你先出 你又等他干嘛 对 再来 你高他 但是徐柳这么打有点被动 你看 距离一旦拉开之后 徐柳就吃亏了 是 是吧 那么他的这个教练一直在喊 让他让他压住他 压住他 其实就是这样 这个近身两个人在这个拼的时候 还是有机会的 一旦这距离拉开 柳雷他的优势就明显了 对 再来压住 不要退 不要退 打出机会 柳雷是哪里受伤了吗 还是徐柳的 对 哦 应该是徐柳的眉骨 真的他长了 就可能需要 需要义务监督来 处理一下这个伤口 然后看一下 这个伤口的情况 加油了 徐柳 没事 没事啊 压住了 翻 多踢左腿 动手 对 再踢 多踢左腿 不过也确实徐柳和这个柳雷啊 两个人在这个近身的时候 徐柳头还是挺低的 对 打了拳就起 对 再来 别退 这个一般要是要身高 地盏吃点亏的 在场上打的时候 难度会越大一些 因为他要想近身的话 他需要防着对方 对方一旦一顶膝 很有可能就会给他一个 这个挺重的一个打击 是 对 再来 对 对 徐柳这个 应该他 眉骨开这一下 还是对他有点影响 对 再来个对 对了 再来 打开 紧住啊 徐柳 有一些 如果他比较愿意利用对手的这种 这个伤的这个影响的话 他可能就一直往他这个 这个方向绕 受伤的 对 一直往他这个方向绕 一直那个多往这边出来 没事没事没事别退 二十秒 先退 走 出 主动作 走 二十秒 别拉 拘留 别退了 别退了 出现地上 顶住 翻击 翻击 这会儿拘留的体能应该是 已经这个很极限了 好 还有十秒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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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出动作 好 时间到 好 时间到 柔柔柔打得挺好 心态调整得很好 徐柔这场打得也很顽强 带伤 坚持 到了最后 出事 午饭 店 点 转变 比如说 弄 的 面 然后 掉 火 在 三 三位裁判 一致判定 三十比二十七 洪方尚 三 eel 三